新能源汽车只是今年我国众多出口商品中高速增长的一个代表 世贸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10.8% 就在昨天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前11个月进出口总额按美元计价同比增长31.3% 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今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保持了较快增长 前11个月与东盟 欧盟 美国的进出口增速均超过20%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达到23.5% 此外 贸易结构还在优化 今年以来 跨境电商进出口 市场采购出口分别增长20.1%和37.7% 海外仓数量超2000个 面积超1600万平方米 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 为我国外贸的稳定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预测2021年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 可能要达到40% 那如果能达到40%呢 就意味着比2020年底又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 在海外疫情反复的背景下 国内疫情防控优势以及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凸显 依托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势 进一步稳固外贸回流订单 使回流的订单能够回得来 留得下 稳得住 充分利用RCEP等区域协定 打造区域跨境产业链条 进一步扩大出口 适当的做饭